你知道我跟日本很有缘 就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被选去当那个亚运会的引导员 就是你有看《请回答1988》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就是那个举牌子 真的啊 我写的就是日本 哇 广州亚运会 因为我一开始看德善举牌 我就特别 有感触 有感触 觉得特别像我们当年在举牌子 觉得还挺好玩的 说到1988真的 我昨天好像是 我忘记是做梦 还是我睡前还在想 我们 我感觉我们也挺像那个 那个 那个感觉是吧 我觉得也有 就几个男生 几个女生 那你觉得你是里面的谁 我啊 我谁都不像 我们都不一样 我可能像他得上的爸爸吧 我觉得 那么深沉吗 我是1988的谁 我想起来了 我是那个 唯一戴眼镜的那个 娃娃鱼 娃娃鱼啊 对啊 我可能就是过来搞笑的 对 你不觉得吗 我可能不要像他 娃娃鱼 他也是刚好唯一一个戴眼镜的 回去我们就分配一下 分配一下 那谁是那个狗话 像身高来讲的话 指甲比较像狗话 哦哦哦 对吧 对 还有那个姐姐的男朋友 姐姐男朋友说话真像塞门 会做饭很细心 对吧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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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